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样化研究中心高级讲师阿努亚阿莫在脸书发文 呼吁政府应该对清晨4点30分就必须起床的老师、家长和孩子抱有同情心和同理心 这是因为如果学校位于城市的话 家长和师生早上6点就要堵车去上学 至于偏远的学校 天还没亮小孩子就得骑脚车或者走在宁宁路去上学 同时国内还有些小孩子需要通过丛林小径才能到学校上课 有些甚至需要沉床渡河 阿努亚阿莫也说现有的上课时间太早了 导致有些学生和老师根本来不及与家人一起吃早餐 就得赶着去上课 因此他建议教育部将西马现有的上课时间改为早上8点 以减轻教师、家长和学生的负担 大学讲师这项建议在网上传开后 马上吸引大批网民留言和讨论 有网民赞同这项建议 但也有网民提出反对 并表示这会加剧塞车情况 另外有留言表示 这会增加老师的工作 要帮忙看顾提早抵达学校的学生 无论如何 解稿前教育部还没有就这项建议做出任何的回应 谢谢收看 我是Clement 更多的新闻资讯报导 请继续留守陪伴着你的TFN